第二種法律關係的發展在225條第2項 你可以看到緊接著第1項後面它規範說 例如我剛剛說的 今天這個車子之所以會被壓垮 因為一個某柄 它開著一輛X6 停上這個機械停車位 所以導致機械停車位怎麼垮下來 然後A車被壓爛 那這個時候你可以發現 雙方當事人的權利益務關係是 你明明就知道機械停車位 我們大家應該都知道嘛 機械停車位是沒有辦法承重太重的 而且它也有標那個承重的限重 那這個東西如果超過的話 你還停上去當然你應該知道會垮 所以你這個時候是過時侵害了我A車的作權 因此這裡應該會有一個184條一項前段的侵權 所以要非常請求 第一個 假對於柄呢 可以主張184一項前段的侵權 下一個是侵照225條第二項 以對於假 侵照225的第二項 它可以請求假說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把你對於柄的這個存在培養請求權 讓你給我 225第二項說了嘛 如果待物人也就是這個假 對於錢向己付不能的事由 就是那個壓壞 對於第三者也就是這個柄 有存在培養請求權者 在全人以可以向假 請求讓與這個存在培養請求權 或交付他所受領的賠償物 所以你可以要求假去讓與他對於柄的這個存在培養請求權給我 那為什麼可以這樣子做 這個我們在法律上叫做貸償請求權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規定 是因為我們覺得 當這個節目不能是有發生 而導致待物人對於第三人 取得一個存在培養請求權 然後或者可以請求賠償某一個東西的時候 這個存在培養請求權或這個賠償物 其實在經濟上面就是原本假應該要給付的這個東西的替代 所以我等於是拿這個存在培養請求權 來代償什麼 代償原本我應該要給你A車 我拿這個東西代替這個 所以以呢 可以依照二五第二項說 那不然這個不行了 那我改掉這個好了 這叫代償請求權 其實是一個法定的選擇是在 好 那這個代償請求權底下 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是 代償人仍舊需要旅行 原本他要付的給付 你可以發現 在代償請求權的結構底下 我們是讓代償人去選擇說 好 那我就拿這個存在培養請求權 去取代掉原本的給付 所以 其實等同於你有從代物人這邊拿到給付了 對不對 那既然你有從代物人這邊拿到給付了 你要不要付你原本應該要付的對待給付義務 要 你從人家那邊拿的東西回來去取代原本的東西 那你當然要履行你自己原本應該要進的 所以第一個 代償人仍應該要去履行他原本的給付 所以就這邊講 應該還是可以跟以去請求什麼 嫁金 他一樣可以去跟以請求嫁金 因為以還是要履行原本的給付 那第二個是 225條第二項本身他在適用上面的幾個問題 首先適用範圍 依照225條第二項的規定 他看起來在適用上面是適用於 不可規則於雙 不可規則於債務人的室友 不規則於債務人所導致的給付不能 對不對 可是我們在學律上都說 其實不只是不可規則於債務人的室友所導致的給付不能 即便是可規則於債務人的室友所導致的給付不能 也應該要讓財權人有 225條第二項的代償請求權 理由其實很簡單 代償請求權的賦予其實是讓財權人多一種選擇 對不對 保護為財權人 那當財務人不可規則的時候 你都可以讓財權人有這樣的選擇去保護他 當財務人可規則表示他更可惡不是嗎 那這時候應該要更保護財權人才對 所以我們會認為 適用的範圍呢 包括了 不可規則財務人 不可規則財務人 以及可規則財務人 但是由於條文寫的是前項情形 所以呢 在可規則財務人的時候 我們用的方式是 類推適用 我們用的方式是一個類推適用的方式 用舉欽以民眾 舉欽以民眾去類推適用 那再來 第二個問題是 代償請求權在發生上面的限制 你可以發現 代償請求權 我們之所以要讓乙 可以 主張二五第二項 需要讓乙呢 去取得這一個 代償請求權 取代代替原本的給付 所以 如果今天有一個情況是 代償人已經不能夠去請求給付 他本來就不能夠去請求原本的給付的情況 那這時候他能不能夠有代償請求權 如果你這樣想的話 其實不應該要有 對不對 因為你 如果已經不能請求原給付了 那你為什麼可以拿 是用來替代原給付的東西呢 對不對 所以 我們的最高法院說 代償請求權發生上的限制 必須是 原債權尚未離於時效的時候 發生代償的事實 發生給付不能的事實 否則的話 如果原債權已經離於時效 才發生這個給付不能的事實 代償人是沒有代償請求權的 也就是如果我們以圖來看的時候是這樣 這是原債權成立時點 這個10點 這個10點是原債權離於時效的10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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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這個給付不能 這個給付不能 的代償事實 發生在這一段還沒有離於時效的話 有225條第二項 但是如果發生在這一段 給付不能 代償事實在這一段 沒有225條第二項的代償請求權的 那中間的推論其實很簡單 你原本的給付都不能請求 你當然不能夠去主張 用來替代原本給付的東西 那我們可以看到下面 就是青年台上819判決 他提到 民法黨法律署曹只有向國定的代償請求權 立法本指乃在於 債務人給付不能的時候 我們讓債權能 可以向債務人請求 讓與他的所在賠償請求權 或交付他所受領的賠償物 去替代原債務的標的 那目的是為了保障債權人的利益 所以 即應該以債務人有給付義務為整體 那才有可能說 因為給付不能發生代償請求權 如果原來的債權已經離於 下面只要期間 債務人其實本來就可以拒絕 那97年台上2002判決底下 也重申了這個說法 他說 下面 一言之 因債務人所衍生的代償請求權 或不履行的所在賠償 是以債務人為成立要件 所謂債務人是以債務人 可以向債務人為請求 債務人有因其請求 而為履行的義務為前提 故如果債務人對於債務人 可以拒絕 並且以債務人為請求 已經拒絕給付 就不發生給付不能的問題 那麼 債務人就沒有對於債務人主張 代償請求 或不履行的所在賠償請求的餘地 那本件的案例事實是 上訴人呢 他是依照 土地買賣契約 對於被上訴人 可以行使移轉 土地的請求權 在87年的時候 就已經離於時效了 後來 這個土地被政府給徵收了 徵收之後 然後當然是沒有辦法去履行 所以是給付不能 那什麼時候徵收呢 什麼時候徵收 徵收是90年才徵收的 那因此 其實已經是離於時效期間 原代員離於時效期間之後 才發生這個給付不能的 代償事實 那當然 沒有所謂代償請求權的發生可言 OK 但如果你稍微注意一下 97台湾819判決 跟97台湾2002判決的文字的話 你會發現這個文字上面 有一點點小小的差異 97台湾819判決 他說 原來財權已經離於消滅時效期間 本得拒絕給付而無 給付一無 可是97台湾2002判決說的是 若財務人對財權人得拒絕 並已拒絕給付 就不發生給付不能的問題 差別在於 我到底要不要已經拒絕給付 我到底要不要已經拒絕給付 我到底要不要已經拒絕給付